那芯芯, 你會為我們準備什麼甜品 很出名的一個法國很傳統的蛋糕 起碼也有200年歷史 蛋糕擺了200年還吃得到嗎 不過其實差不多60、70年代的時候 很多總統的老婆很喜歡菜單 例如白宮的Jackie或納斯特特 他們會放在菜單上 所以其實這是很多人慶祝 一個特別的場地吃這個蛋糕 很多都是總統的人吃 總統的人吃就行嗎 對 值得的 是你… 你全都是總統的人 我如果做總統的人吃就行 行 我很喜歡做甜品 所以我就特地回法國學做甜品 畢業前的課程 需要有廚房的經驗 我選了蛇怪酒店, 你做學徒半年 為了黃金善意 就找我的師傅Ringo來幫忙 如果要選一個甜品 來做黃金聖宴裡面的甜品 我一定要選這個Certanokne 因為它是一個很傳統的法國甜品 平時只是一些聖宴 或者是慶祝才會用來用 好, 那我們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做一個酥底 另外就一粒粒的泡芙 然後放進爐裡焗 很聰明, 但不出聲 很酷 但它學習得很快, 真的很快 謝謝… 大約180度焗35至45分鐘 焗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吉思醬擠進泡芙 煮完一個很熱的焦糖之後 我們就很小心把泡芙蘸一粒粒 快煮吧 對, 因為我們不能慢 我們也不能慢 應該不能慢 最後在擠忌廉的時候 還要計算 每一粒泡芙的距離 擠的力度和大小 都要計算得很好 才可以有一個很完整的蛋糕 你怎麼說出來的 Wingham, 你覺得我還不做到這個蛋糕 你練一、兩次應該完成 以你的技術應該可以 我有點緊張 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信心 我真的有點緊張 這是什麼? 這是無花果 餅底 然後是餅底, 是嗎? 對 我想開始變色的鏡頭 這是什麼? 聞到香味, 焦糖是特別香的 然後我不想它太深色 所以我就冬著它 又熱又冷 馬上 那你也不打傷了, 多害怕 它越來越焦 這個就是冬力 是不是可以關火了? 立刻冬力 這個… Jojo說這個就是冬力 對, 沒錯 就是你先要開火 不是, 先要浸溫泉 然後我們再浸凍水 拿一個小小的法式菠蘿包 一點 這樣, 點進去 這樣就會有一層的香蕉在上面 就會很閃亮 很漂亮 很閃亮 它會閃亮的效果 就是香蕉的糖漿乾了之後 它會令脆脆脆的反光 好像是珠寶 像是珠寶 那不用冰嗎?不用冰嗎? Jojo, 你看我後面 它們淋了忌廉嗎? 剛才的忌廉嗎? 對 對, 剛才是香蕉裡面的忌廉 它不可以急, 一定要逐個做 對 月芯現在跟時間競賽緊了 不然焦糖會硬 現在已經開始硬了 長老年, 加油 加油… 加油… 你經常做香蕉的事 你不可以做任何事 不可以走開 對, 所以我們不夠膽走過來 我很喜歡甜品 像魔術一樣 你拿一點糖, 拿一點麵粉 然後突然出來一個… 我每次看到的心會跳 心會跳 再把它喝一下的焦糖 就黏在餅底裡 開始估計到 小心你的手指 成品是甚麼 我也猜到 我也猜到 我們給男人做這個部分 因為防止焦糖裡的時候 很熱 很熱 所以打算不如給六月做 給阿蕾 還有, 因為它能看著焦糖 焦糖在焦糖裡 焦糖很熱 焦糖很熱 樂意樂意, 你小心點, 別辣 謝謝你 好像皇冠的邊緣, 你覺得像不像? 很薄, 像沾沾的樣子 是 這個才是功夫 小龍, 你是不是會把忌廉 煎滿了餅面? 是呀 很有氣質, 這個畫面很有氣質 今天之後, 我已經不再記得 Amanda是做摩托員 是 她是一個… 我真的覺得她是一個 很藝術家 國際級的甜品燒 當然, 是呀 其實我今天是莫名而言 我十年前也知道 Amanda是專門為了這個甜品 去法國學習 是呀 但我今天見到 真的見證了她十年的堅持 是, 而且她學回來的功力 而且她至今也是如此熱誠 她一見到也很開心 心裡會碰碰碰地貼 沒錯 小龍, 你成功了? 神經病 小龍, 你成功了? 對 成功了 因為我真的很努力海鶴 小龍, 我們不等了, 馬上開始了 我不等了, 馬上吃了 來, 吃吧, 我真的很想嘗嘗她 當然了 再加上, 我猜不到原來這個毛花果 這麼搭配 當你吃這些… 很搭配 對 焦糖的菠蘿包 很美味的, 焦糖菠蘿包 今天是黃金盛宴菜 最後一道菜式就是甜品 通常我也會說一下感覺 但來到最後這個 珠光補氣、賀台慶 我連叉也免費用 豐邁一點 我也不想再給她太多評論 為甚麼 我很想和小龍、你外偉哥 和樂宇說一聲 謝謝 因為這份心意真的很感到 謝謝, 很好吃… 兩位好朋友 到了評分階段 希望你們直言 第一道真味甜入心 因為我從小喜歡吃龍牙 我今天吃就有點失望 它比較粗糙 那你會給多少顆星? 兩顆星 如果要黃金盛宴 我沒有驚訝 就是會覺得差一點? 我覺得差很遠 差很遠? 對 那你會給多少顆星? 一顆 花膠也是很貴較的食材 你說是否對我們黃金盛宴 是對的 但是驚喜又不是很大 所以兩顆星 好, 第二道甜品 魚躍再肥脆 整體是很愉悅的感覺去品嘗 我是想給三顆星 好, 碗分 中國人來說, 魚是一個吉祥的動物 又甘 又甘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會輸的 好 所以是三顆星 我覺得很可愛 甚至我覺得…不捨得吃 但是如果是一個甜品 可以改善的地方是皮太厚 有點銀, 不要動搖… 抱歉, 二顆星 好, 最後這一道菜 珠光補氣, 何台興 無論是你視覺和品嘗的時候 都很有層次 我想給三顆星加的 沒有的? 沒有, 三顆星 好… 很好吃, 好嗎? 賣相很好看 但是我覺得如果吃這個蛋糕 像一個生日蛋糕 比一個黃金盛宴的甜品 美兒, 你會給幾顆分 這個我給兩顆星 剛才你說它像一個生日蛋糕 那就對了 就是我們台興五十五周年的生日蛋糕 對… 如果它整體這樣上來 我覺得是更漂亮的 我甚至乎要它把生日蠟燭拆掉 如果我給三顆星的話 其實跟第二道菜打成平手 既然如此, 我要做一個決定 我的決定是… 珠光補氣, 何台興 可以進入我們黃金成人的場合 有人說廚師為食譜創造靈魂 在最後一集, 主理人的教室 我又看看兩位學廚他們的創造能力 Icelle, Varenna 裡面的這道食材本身已經是甜品 還可以馬上吃, 看看是什麼 即食燕窩 有沒有信心可以將它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客長放心, 沒問題 是 即食燕窩本身很方便 但你如何加點心思 令它變成一道很吸引的甜品 我今天做百香果燕窩星空杯 我現在的名字很錯 是 你現在過來看你彈出一顆牛油果 是 我以為打算彈出一顆 這個還吃不可以? 你先擦一擦刀嗎? 其實我沒做過, 也沒吃過 即是扣害的? 大膽了 我終於第一次奉獻了秘密校長 這杯是鮮女熱情果燕窩特飲 這個就是碧鹿茴春果 蝦醬 蝦醬 這是鮮女特飲 很少對一個甜品有這麼沒期待的感覺 好像在吃那些小孩的小孩 你沒說婆婆 裡面有燕窩, 還有底下的… 百香果醬加了冰糖煮 不是說笑, 還可以嗎? 豪圓有挺有油的 看嗎? 味道就是這杯飲品不錯 你這個健康真的不錯 誠意答夠了, 兩位都勉強合格 太好了, 謝謝漢仔 晚安 熱情 熱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